火箭目前正在积极核练备战新赛季,主帅的安东尼近日也接受了媒体采访,可是谈到了目前火箭队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,火箭队每个球员的状态比今年还好,金银新元的表现也引人关注,除了奈特之外, 火箭全队没有严重的伤病,周期只是轻伤,角落扭伤力NBA新赛季越来越近了,火箭的新阵容似乎也浮出了水面,根据NBA记者T McMahon报道,消息人士透露,火箭主帅德安东尼很有可能会让戈登出论先发,而选择让安东尼担任球队的第六人。 这也意味着火箭修赛期引进的六大行员,将全部被按在替补席上,安东尼,奈特,克里斯,切尔伯洛克,麦卡埃与恩尼斯,这样的替补席也有些恐怖。 这个决定多少让人感到意外,上个赛季格登一直是作为保罗的替补来使用的,作为替补席上最猛的一杆枪,格登的进攻能力十分强悍,场军出炒31.2分钟能够限18分2.5来版,上个赛季当格登,保罗。 哈登三人同时在场上时,火箭每百会客能够轰下134.7分之多。 火箭曾在上赛季短时间用过制套阵容,得安东尼把格登提上首发,估计,还是为对阵勇士做准备。 毕竟杜兰特目前火箭队员中,很难有球员能防住,让安东尼去打替补能对位对方的替补,这样安东尼的防守压力就小很多,进攻方面填挂的能力也比勇士替补要强,而勇士内线,能用的人很少,靠现思恢复之后状态如何还是个位之数。 所以德安东尼看来也是想把安东尼当作骑兵来使用,而格登在此前也陷入了交易留言之中,此前森林兰和辛巴特勒曾经进入了交易市场,美国媒体也认为火箭有意将戈登,作为主要交易筹码去换巴特勒,但是今天的消息一出这个留言就不攻自破。 不少球员也是纷纷表示谢天谢地格登不走了,格登在火箭球迷中的地位也是很高,毕竟也是效力于火箭多年的老陈。 火箭遇上勇士也有些凄惨,都是联盟非常强的球队,有种寄生于何声量的感觉。